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桑园位于大庙镇三品村 这个自唐宋时期就开始众桑养残的村庄 即将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桑林深处的实验工厂里 夏庆友正带领研究人员为设备安装调试忙碌着 从2010年开始 他就带领学生们研究用人工饲料喂养家残 如今实验已获得成功 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 需要功课 家残是寡时性昆虫的代表 在中国人饲养家残的五千多年历程中 家残一直是以桑叶为始 在自然界 动物和食物唯一具有一对一关系的 就是桑和残 研究人员为什么要打破这种关系 该用人工饲料喂养家残呢 几千年在我们国家一直都在养 老百姓都会养 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这种养的方式 养的规模 养的技术 它都要做更新 否则的话 你就很难适应 今天这个农村的形式 你比方说现在今天农村的形式 大多数人 好多人都进城了 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缺乏 还有它的技术的普及度 它也不那么高 劳动强度 那么你 以前四五十年前 养餐是最轻松的活 现在养餐是最重的活 广西壮祖自治区 是我国粮食生产基地 2000年 随着国家 东桑西夷战略的实施 一周是90%以上农户 还是重桑养残 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 桑残生产基地 德胜镇围稻村南门屯 有60户人家 家家户户都在养残 维坚果一家 已经养了近二十年 每天凌晨 维坚果和爱人 就来到桑园 给家里的几万头家残 采摘桑叶 广西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光照充足 炎热湿润 非常适合桑叶生长 但对每天要顶着胶羊 摘桑叶的残农来说 却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 并且这样的劳作 每天要重复三次 过去 人们把种田 看作是最重的农活 如今 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 种田收割 变得越来越轻松 而完全无法实现 机械化的种丧养残 倒成了最繁重的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 我国就开展了 家残人工饲料研究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耕地紧张 环境污染 农村劳动力短缺等因素 日益突出 家残人工饲料研究工作 加速向实用化发展 但成本居高不下 始终是无法推广使用的难题 目前的家残人工饲料 大多源于日本配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日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 完善的体系 但日方不愿向中国输出 配方和技术 更重要的原因 依然是价格问题 实验工厂里 看着精心饲养的残宝宝 大口咀嚼日本饲料 研究人员既开心 又有些着急 这些飘洋过海购买来的饲料 每公斤要130多元 比研究人员的饭菜还贵 如此高昂的价格 残农更是无法承受 2003年 家残基因组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成功破译 家残基因之谜 绘制出了 世界上第一张 家残基因组框架图 2013年 实验室又完成了 对桑树基因组测序 至此 家残吃桑叶的秘密 终于被揭开 残的势力非常微弱 只能感受到光的存在 它们对食物的选择 完全依赖灵敏的嗅觉 通过对家残基因的分析鉴定 研究人员找到了76个 味觉受体基因 发现苦味受体基因 在家残食物选择中 起决定性作用 通过研究桑树的基因发现 在过去的一亿年间 桑树基因的进化速度 是同类植物的三倍 同时 桑树拥有强大的 蛋白质制造能力 仅在叶片中 就含有2000多种蛋白质 丰富的蛋白质 就是残 喜欢吃桑树的原因 找到了家残爱吃桑树的原因 实验团队的科研人员 开始有针对性的 在饲料中加入桑树 研究饲料配比 因为本身这个饲料 除了能满它的营养需求以外 那么它这个不同的残 我们要比如说 它吃的时候它要保湿 或者是要让它喜欢吃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就要适合它的生活习性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饲料的 加工的过程里面 考虑到它的物理形状 为了找到家残最喜欢的口味 这些平日里 习惯了在实验室里 操控各种仪器的小伙子 开始像厨师一样 研究起残宝宝的食谱 家残的营养成分 主要有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脂肪 水分等 因此饲料中 也必须含有这些营养成分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桑叶 中国农业科学院 残业研究所校园里 有一块被精心保护起来的桑圆 刘丽 正带领学生 为桑叶营养实验采集样本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桑树种植资源库 亦是国家残资源保护中心 保存着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 桑树种植资源 两千多份 中国是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 种植桑树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家残提供饲料 随着桑树基因的破解 桑树更多的优良特性 正在被发现 几天后 刘丽和同事又出现在 秦岭南部的丛林中 寻找野生桑树 过去的二十年间 它每年都要到野外寻找桑树品种 植物在自然环境中 会培养多种多样的基因 某种基因一旦消失 任何先进方法都难以再造出来 人们对野生桑树的寻找 既是在盘点桑树家点 也是在寻找桑树进化的轨迹 像花生我跟你讲 像花生 每一次寻找都存在风险 但琉璃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中国是桑树养殖业最大的国家 自然环境中分布着较大面积的 野生桑树种群 这些野生桑树种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通过对野生资源的调查和选择 可以选育出叶片大 产业量高 质量好的优良品种 满足我国桑树产业需求 经过一年的反复实验 2014年 这些娇生惯养的残宝宝 终于开口品尝 研究人员调配的饲料 但他们的个头并不理想 产的卵又小又少 根本无法满足研究工作 成本也始终没有降下来 首先这里面必须要有商业的成分 商业的成分没有的话 产还是也可以一点都不要 但是对产品种或养产的环境 要求特别高 那么我们现在加一点 那么加到15%到20%左右 那么这个比例 当然越高就越容易 但是你要用商业很贵 所以第一个难题 就是商业到底要多少 2015到2016年 是整个研究最困难的时期 原本学习激素专业的沈官旺 决定加入加残人工饲料的科研小组 直到2017年底 能够让残二长个头的饲料 终于研制成功 并且价格不到日本饲料的十分之一 大家再也不用进口日本的高价饲料了 然而 低成本饲料 研制成功的喜悦 并没有让大家高兴太久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接踵而来 西南大学校园里的桑树数量有限 要想投入实际应用 就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 到哪里去大批量饲养家残 人工饲料中最主要的原料 桑叶 又从哪里来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三品村正在举办桑圣采摘节的消息 吸引了大家 望着八百亩桑园里枝繁叶茂的桑树 夏庆友和桑圆的主人一拍即合 决定在桑圆里建一座实验工厂 用园子里的桑叶制作饲料 2018年 实验工厂建成 沈官网带领学生 索性住在桑圆里 彻底养起了残 做饲料的主要原料 桑叶不用愁了 只要把新鲜桑叶采摘下来 晒干 打成粉 加入到饲料中 就可以欺骗 残宝宝的嗅觉 玉米粉脂肪含量高 但蛋白质含量少 脱脂大豆粉 氨基酸组成 与桑叶接近 可以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家残的消化系统 缺少纤维素酶 对饲料中纤维素 不能分解和消化吸收 需要加入纤维素 但沈官网 却把目光盯上了园子里的 桑树枝 他请园子里的工人 将桑树枝和桑叶 一起采摘下来 分别晾干和烘干 将桑枝粉碎后 代替纤维素 加入到饲料中 加纸条有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它就是容易加工 比如说胃残 用桑叶味 它还把叶子把它拿下来 但是我们把纸条 把它做成饲料 就是为了省掉 摘桑叶的过程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就是纸条里面 它有一部分的纤维素 纤维素残宝宝 它本身是不消化吸收的 但是它可以增加 这个蚕的蠕动 就是它的一个 帮助它消化 经过反复实验 沈观望和研究团队 不仅掌握了饲料配比 还研制了不同口味的配方 满足不同品种和阶段的 蚕宝宝喜好 通过与桑叶饲养的 加残对比 用人工饲料喂养一天 只需要喂一次 比桑叶饲养 节省人工近80% 残碱质量和洁净度 也比桑叶饲养的 加残质量高 并且能够通过 调整饲料成分 控制残碱品质 进而提高丝绸产品质量 同样是丧业 它的碱的品质 都有不一样的 同样的品种 同样的食物来源 它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除这个碱的品质 是看我们用来做什么 比如说用来烧丝之丑 它是一种品质 一种评价标准 那么我们不用这个残碱 把它这个残 用到别的一些用途 或者这个残碱 不用来烧丝 它又是另外一种标准 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 用的标准来调整 我们的这个饲料的 相当于它的食品的 一个组分 用人工饲料饲养家残 因为采用多层饲养方式 能够充分利用空间 节约土地资源 更重要的是 是省去了采摘桑叶的 繁重体力劳动 避免了桑叶受到空气 和农药污染 导致家残食用后中毒 或生病等情况发生 尽管人工饲养家残的 优势明显 但随着夏庆游 到村子里的次数增多 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三品村 虽是一个大村子 但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 留在村里干农活的人很少 而且以老年人居多 这么大的残房 将来靠谁来养残呢 未来一切劳动密集型的岗位 都将被机器取代 为什么不做一个 全自动化的养残设施 解决这个问题呢 凡事太需要人去 很艰辛地去劳动的这些环节 是不是都尽可能 用机器化 制度化来替代 这也是我们所有产业的 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就希望 中国这个传统产业 就是改变它的经营模式 改变它的生产方式 那么让它尽可能地 给现代化 给我们的工业化 同步前进 一直从事生物学研究的 夏庆友 亲自上手 绘制出了 全自动化养残的概念图 学生们则是四处打听 寻找各类机械 硬件和软件服务商 随着自动化设备 陆续搬进工厂 工程师们带上了 几乎所有家的 在现场搭建起了加工车间 夏庆友也带着 客体组的成员来到现场 加入到安装 调试 修改 再调试的队伍中 毕竟这是一台 从来没有过的设备 就是我们要去 有好多的细节 有好多的环节 要去考虑 然后当初的设想 在世界的运营过程中 会产生很大的差距 然后你不断地要去修改 不断要去推翻 就是做一款成熟的机器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2019年3月 残宝宝们正式搬进了 现代化的残房 各种机器开始运转 按照夏庆友的设想 基地从养残 天石 除杀 到上促收减 全部流程都要实现自动化 在此基础之上 还要利用大数据 进行智能决策 高效低成本 自养家残 规模化养之后 这个数据法 就是一定要帮我们 节省人工 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残的一个 生长发育的状态 和生长周期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智能化 就是设备 我们可以让它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喂 什么时候需要喂 什么时候开始喂 那么这方面 我们都有一些很详细的 一些数据作为支持的话 它就可以真正地实现 咱们这个养残的一个 工厂化或者是智能化 随着机器人往来穿梭 一个全自动 人工智能的家残饲养工厂 即将变成现实 按照科研人员的设计 今年年底 它们就可以建成一座 现代化的养残工厂 未来全部实现 自动化 规模化养殖 彻底颠覆传统的 重丧养残模式 改造茶园 找出茶叶有效成分 和人体细胞对应的 基因拔点 使喝茶更加明白健康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科技助茶星